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智慧法语一 在烦恼的控制下 再多的荣华富贵也从不满足 并由此隐身无边的痛苦 所以堪称痛苦之门 因为你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 会造下许多恶业 追求财产的时候 也造下许多恶业 最初受用这些三有乐的时候 也可能有一定暂时的安乐 但最终还是产生无量的痛苦 因为恶业必定隐身恶骨 菩提心的修学方法一般有两种 像极天菩萨讲的自他交换 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以及吴卓菩萨讲的七重因果教授 知母 念恩 报恩 悦意词 增上意乐 大悲心 菩提心 这几点中 知母一项非常重要 我们学佛一定要理解生命的无始 生命的流转 我们目前只是这一期生命 但千万不要把眼光局限在这一生 女性经常随身戴着一个镜子 随时随地通过镜子检查自己脸上有什么污点 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 如果看到脸上的脏 却不擦拭 镜子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法就是法境 要经常以此来调整自己 看自己有没有达到佛法所要求的量 去除不相应的 让自己的心与法相应 一切法门全部要学的 那么多的法门都是指导我们成佛的 不是让我们造下更多的过失 只要是佛法 我们都应该珍惜 爱护 不要有宗派的分别 分别说 这是灵马派 那是格鲁派 那是萨迦派 这是汉传 那是藏传 如果无谓地堕入派别之争 这就背离了学佛的本意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于众生尊重成事 则为尊重成事如来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平常我们的确也会说 烦恼是不好的 它是过患 当我们因为烦恼而造了业 犯了严重的错 才会有机会更清楚 真正看见烦恼的本质 与过患的一面 然后它就成为修行道上的一个助缘 一种庄严跟一种功德 所以当烦恼生起时 我们要把握机会认知烦恼 而且向内观看自己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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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根本差别 是别的宗教信仰上帝或造物主 认为上帝是生命和万物的创造者 人类的拯救者 救世主 一切苦乐靠上帝 佛教认为 佛教认为众生的业力创造世界 也创造自身 世界上没有造物主 生命自己是自己的创造者 拯救者 觉悟要靠三宝的启示 敌苦得乐要靠自身努力 我们有时觉得好 心就舒服愉悦 有时觉得不好 心就悲伤难过 这都是自己的心 若是遇见了什么困境 想不通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生存下去的空间一样 这也是自己的心 这颗心非常可怕 心就是一种意念 一种想法 你把心转变过来 你的世界就随之转变了 不间断的誓愿 行动中的佛法 佛法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让坐上修持 和坐下的生活是一味的 将坐中的感受和发喜 带入生活当中 是极为重要的 空性的练习 能看透一切的负面情绪 任何的恐慌 焦虑与压力等感受 都能将之超越 讲个我父亲的故事 我父亲是足骨乌鲸 人颇切 他的眼睛不好 必须手术 但医生却忘了麻醉 手术到一半 医生才发现 没上麻药 后来人们问我父亲 当时的感觉究竟如何 足骨乌鲸仁波切回答 当时我透过疼痛 在练习禅修 无明是万恶之源 智慧是斩断无明的利剑 当你获得利剑后 你的责任 就不只是破除自己的束缚 而是释放众生的无明枷锁 修行过程中 每天最重要的 就是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透过观察 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增加善的念头 因为你 我在这里 法王噶玛巴云 我要关心他人 我要给予他人 我的关爱 这样世界上的其他众生 至少能够这么想 世界上有一个人 关心着我 宁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智慧法语二 金刚经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 并不是说就没有行为、没有行动 而是以他的慈悲、智慧帮助任何一位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自在 因贪嗔痴而发生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 包括每一个起心动念 一切都是恶 在不贪、不嗔恨、不愚痴的状态下 一言一行、包括每一个起心动念 一切都是善 这是大乘、小乘、显宗、密宗 共同承认的善恶的标准 你的使命是什么? 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了生托死 完成生命的升华 如果没有完成生命的升华 那你就是荒废虚度人生 什么是行善 什么是断恶 能从内心下决心 我从今以后 纵欲命难 也不杀害众生的生命 这叫断恶 我从今以后 全力以赴 尽心尽力地爱活自他的生命 这叫行善 没有这两个决心 光不杀生 光却放生 这不叫行善断恶 一切金刚阿瑟梨 上师 都是在帮助众生 种善业种子 在行佛事业 所以 噶玛巴 也可以说是一切上师的名号 佛陀曾说 未来当教法示威时 我会以金刚阿瑟梨 这里的身份 出现教化众生 所以一切上师 都可以视为佛的化身 将众生心中的善 引导出来 开启心中的善种子 以利益众生 这就是噶玛巴的意思 修行成就的关键 坚定视言 坚定不移的修持 广大愿心的回向 有悲心 并不是指呼气 呼叶 而是出于对生死的恐惧 而进入正确的修道 精进 并非是指 不停地参加活动 而是要投身于 能够脱离轮回的方法 慷慨 并非是指带着偏见 与偏颇心来布实 而是要深深地远离对任何事物的执着 一心造实法界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 随时保持在与菩提道相应的频率 千万不要让心 掉入与生死轮回相应的情境 我们要学习掌控自己的心 而掌控自心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平时的念佛 读经 持奏 或禅修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 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不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礼拜梁黄宝产 功勤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8月5日星期一至8月11日星期日 第一天8月5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一卷 第二天8月6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二卷 第三天8月7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三卷 第四天8月8日晚上7点到9点 第四卷 第五天8月9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五卷 第六天8月10日早上9点 第六七八九卷 第七天8月11日早上9点开始 第十卷加蒙山 蒙山共品会与低收入户结缘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年花生大事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礼拜佛说 弥陀宝采 恭请占佑法师领众 日期9月27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一点半 地点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请问方便与般若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善巧方便是巧妙且善于分辨 而般若是了之与见到实相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要运用善巧方便 以辨识你自心的无身自性 其不由任何体性所组成的空性 同时以般若来之间新的无身自性 这是了悟无身空性与法性般若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入定与坐下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入定是将身与意安住于平等舍之中 让烦躁不安的注意力静下来 并稳住这份宁静 坐下是从禅定中起坐后 运用刚才所提的原则 并更加强化之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禅定时修一切事物离于坐意 有如虚空 而在四种日常活动中随后而至的体会当中 则修显向超越概念坐意 这就称作了悟禅定与坐下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虚空与觉醒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虚空是心的自信 即深度揭露的法性之清净本质 觉醒是了知此一虚空就在你的内在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心的自信是清净且难以测度的 藉由自明觉醒而看见此法身 即是深度揭露的法性 安住在其延续之中 即称作是了悟虚空与觉醒 无二无别的要诀 错家 这至关重要的教言我授予你 请问诸法与法性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诸法是善的现象 不善的现象 以及不善不恶的现象 可以如此描述与指称的一些事物 法性是指诸法其本质皆空 自信为空 也空无信像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法性是了悟一切现象 皆由等同空性的心中生起 这就称作了悟诸法与法性无二无别的要诀 Zither Harp 接下来请收看 传奇法师蒙法行 我们作为药师经法会的一个缘起 广延城 随着我们的画面 我们一起就穿越到了那片地方 然后佛陀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要帮助我们 要度化我们 他的这个力量我们就感受 当这八句说好之后 佛陀的一脚一迈进城 所有城中的人病都好了 药师流离光如来 往昔因地修行使 以吴称三昧成就佛过 无量节前